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6時新聞報道節目時間 今天就是2022年的3月13日 星期日 傍晚6時時間 今節有個許傘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劉克賢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靜向報 沙冷氣 3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今天星期日 看到香港的天氣 都似乎相當之陽光燦爛 帶點熱 看到很多人跑去大浪灣玩水 還說下水禮 我不知道看不看 都叫做人頭湧湧那一隻 有些人踩著滑浪板 很有型 有型的背後 要記住現在的疫情 今天衛生防護中心 疫情記者會 歐醫生也說到 好了 今天香港新增的確診 加起來是32,430宗 當中有13,335宗 是核酸檢測的確診個案 而有19,095宗 是經過快速測試之後確診的 記住 仍然是超過3萬宗的確診 當然 這個算不算叫做公開的秘密呢 有些人確診了 但沒有去情報的 怕說會去了新田 或者清醫的方瘡醫院 又說怕裡面的東西難吃 又說什麼廁所 又說怕有鬼 又說會塌 記住 塌的那個是假的 歐醫生另外也說了 過去幾天都是徘徊在大約3萬的水平 都是停滯於一個叫做高水平 沒有進一步的上升 但是新冠病毒的傳播 仍然都是非常活躍 非常高的 預計未來幾天 仍然都是會維持的 也都再說到了 雖然初步是可以叫做控制到 沒有再爆炸性的上升 但是仍然非常脆弱的 市民不要有錯覺 覺得已經受恐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跑了出去沙灘玩 我真的非常震驚 我不希望看到有什麼沙灘隱形群組 現在因為叫做太多了 實在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都沒有再說什麼群組什麼群組的了 再加上大家去的地方也都相當多 要再去找那個傳播鏈出來 基本上都近乎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可能 另外醫管局的總行政經理何婉嫻 又有些新事告訴大家 說會在短期內推出隔離護理觀察系統 社區確診人士到時會收到短訊 短訊上面再有一個連結 就可以連結到隔離護理觀察系統裡面 再登記你的病徵 系統就會就著相關的病徵 會有一些健康建議給你 挺好的 說系統會在第六和第七日的時候 提醒社區確診人士要更新你的快速檢測報告 不過系統方面仍然是研發當中 在相關的進度下 如果再有什麼新資料會跟大家再公佈 也好 因為最麻煩的是什麼 刁民多 哎呀 我們不記得第幾天還是怎樣 今天的香港早晨時段都說了 現在要截飛 那個連結只有24小時的效用 如果不是過了之後就不行了 各下自理 其實大家都要負自己的責任 我自己也是 例如我有其中一個停車場 他到期差不多了 叫你去交停車場錢的時候 他就會用短訊給我連結 會叫你什麼時候去交 我又沒有回憶 他原來寫著每個月的25日你就要去交 我以為我也好像是月頭 每個月1日計算 例如27、28日我才去按那個連結的時候 原來已經是不行了 他說我其實叫了你們那些人 就好25日錢就好交的了 你雖然未到期 但是那個連結要給他一點時間 所以自己是有責任的 我也覺得自己不對 所以我也打電話問他怎樣處理 我也覺得麻煩到別人 那又說一下另外一些消息 記者會以外 我們說回特首了 11點的記者會有什麼說 因為現在分開了兩個 見到陳肇始提到一點 都頗值得和大家分享 就是說政府近日派發的抗疫物資包裡面 都會加入了忠誠藥 發揮疫情的一種叫做防止作用 而在明天開始 抗疫的物資包裡面 包括會有一些含有 撲熱式痛的退消止痛藥物 可以變相是一個更加周全的支援 而且更加會向一些受感染的家庭 派發血氧兒 那有關於這個血氧兒 我看到有些家庭厲害到是怎樣 他一早買了給自己 他連這部機都買了 當然這家人本身也是有些銀兩 之所以一般市民有一般市民的準備 有錢人有有錢人的準備 真的相當誇張 連這些都買還是買 還要買兩台誇不誇張 因為家裡人多 變相來說 較早前市民就說 我們買不到 天啊 別離痛 退熱那些很貴 還有200元一排 排隊去買 但是現在特區政府 如果有的 能夠給大家的 都是會給的 希望大家 就罵少兩句 可能都會有人罵 就說 為何給得這麼遲 搞到市民之前撲拆懶 在藥房門口 排隊排了整個小時 我看到有些人排了整個小時 還說有些去了 誣人子 曼屋那些 都是排到一隻東西 另外 經常說熱線打不通 今天處理文政事務局局長 陳積智就說 已經增設了 第四間抗疫熱線中心 最高 可以達到有550條線 當然 太多人打來 不知道搞搞就沒有光顧了 差點說句 暫時來說多多都不夠 不過 起碼好過零先 那個增加 550條線都很多 也說 民政署方面 會從社署方面 接手 幫忙一起派發這個物資包 等社署方面 怎樣呢 也不是說 有時間被人打機 又不要再屈人 等他們可以集中火力 處理軟社的抗疫嚴重問題 對於叫做家居支援 這方面 特首今天都有講一下 他說2020年初 其實都已經有 那個叫做家居支援的計劃 但是由於第五波的確診人士 實在太多了 所以按著公共衛生評估 和考慮實際情況來調整一下 他說針對確診人士 也說到 所有確診者的陽性掩測確認之後 是要入院或者是社區隔離設施的 因為由於量子太多的問題 經過風險評估和考慮到實際情況 要分流處理 會安排更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進入這些社區設施 如果身體出現風險 或者有嚴重不適 更加要第一時間入院 而普通的病徵輕微 甚至乎沒有病徵的話 在分流處理下 會安排進入社區隔離設施 分流處理 考慮的因素 包括什麼 他們確診人士的身體狀況 居住環境 和家人究竟是否有比較高的風險 剛才提到的民政總署 這個居家支援的物資派遞 看到會有一些白色的大膠袋 一袋二袋放在他們門口 挺搞笑的 有些市民如果看到鄰居 家門口有一袋袋的東西 就代表他們家裡有人中了 這個也是一種新的標記看的方式 無論如何都要希望你的鄰居早日康復 最好不過 還有現在可能看到鄰居 都會小心點 都要彈開九丈縣 可能見到他搭電梯 都盡量避免和他隔電 他自己先走 可能用電的方面 電梯上上下下的方面都會用多了 那就說一下正圈的東西 看到劉兆佳 經常都很多東西說 對於現在中央的意見也好 或者他看到覺得中央有些什麼想說也好 有些什麼含意 都挺搞笑的 他看到疫情持續惡化 可能會打擊愛國者治港的威信 還說中央已經對港府發出歷來最嚴重的宗告 還認為絕對有可能會出現一些非嚴密組織的反政府行動 我覺得挺搞笑的 這傢伙說真的 最好笑的是什麼 愛國者治港的威信 你問一下那些新進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真的不方便打擊 不是特首打擊 特首都做了很多年 為什麼會現在的愛國者治港 意思是說沒有了泛民 或者經過資格審查之後 要證實到你是愛國者治港 才可以讓你去參選 原則是這樣 不是說把它牽扯到特首 我覺得這個說法挺好笑的 你說如果是最嚴重的宗告的話 近來兩萬年 又怎麼會說 說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和有智慧 會做得到日後的全民強檢呢 對不對 不要又說什麼沒面說話還是怎樣 這個就相當搞笑 當笑話這樣看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說有沒有什麼人聽他說呢 又好像只有媒體訪問 等他說幾句 就算了 當笑了好了 好嗎 不用這麼認真 因為我看到那些網友很認真地發給我看 不需要那麼緊張 那另一位人興呢 又挺搞笑的 又出了一封信給特首 又說吸特首至銜 寫信是誰呢 就是成宗很有名的艾藏青鴻 那他在這個方島日報那裡讚文 艾智尚的意思來說就是 香港市民已經承受了很多種各式各樣的苦難和悲劇 日積月裡的經驗已經讓我們的社會變得善於隨機應變 例如2003年的沙士危機 1967年和2019年的暴亂等等 他形容2022年香港正在面臨一場史無前例的重大慘劇 疫情對於社會的福祉 商事貿易 醫療服務 甚至乎是精神健康的損害正在不斷加深 大家都認為政府很不幸地沒有作出正確的決定 這個有點癡癡 那你為什麼呢 先問一下香港的市民 例如那些什麼倉鼠 叫你還出來的 又不是正正經經還的 又去搶了它 又說誰照顧多少隻 又說照顧到老人 又說不用哭 叫你不要跨家庭聚會 你又要去跨家庭聚會 還要覺得好像很開心 告訴你非法譜有問題的 會有波抑的危險的 接飛之前還要摸到去剪 你有沒有搞錯 你先問一下香港市民 這場危機不是特區政府 可以一個人或者他們一個團隊可以做出來的 市民不配合的話 又怎會可以成事呢 再加上之前的 上年的全城啟動快打疫苗 沒有人騷擾它 叫你打又不打 搞到疫苗接種中心都要關閉 他們還覺得很開心 覺得很好笑 叫什麼人打 沒有人理會你 哈哈哈哈 到現在大家爭著去打 又問為什麼開得那麼少 你有沒有搞錯 他說 疫情初期清零政策是效果非然的 感染人數接近於零 也都為全體的市民接種疫苗的理想時機 他說遺憾是什麼 疫苗接種計劃被指為有欠積極清零政策成功無意 而其中誤導了市民 令他們相信沒有接種疫苗 都是沒有什麼問題 大哥 剛才我都說了 已經有了這個叫全城啟動快打疫苗 這個計劃的 青雄請問你說什麼 什麼叫疫苗接種計劃被指有欠積極 已經很積極了 特首自己都拿了一塊牌出來 舉牌了 再加上又有商界方面 去給千萬豪宅出來 你竟然說有欠積極 你誤導多些 為什麼清零之後 令到市民以為不打都行 這個不是特首做出來的 這個是那班所謂的黃友 或者他們覺得有一部分的香港人都是 覺得現在都清零了 總之特區政府你和我做好它 保持清零 我就不用打 我就不用嘗試或者接受這些副作用 意思是這樣 所以沒有人打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打 因為又見到確診不打不行 再加上因為有疫苗通行症 講一下好人好事 匯豐現在推出了一個叫做 家居接種計劃上門會幫長者和商界人士打針 挺好 他們的慈善基金推出了一個叫做疫苗2 這個計劃 大家如果是的話去上網看一看 說期望在未來幾個月裡面透過這個家房 可以幫超過一萬個合資格人士去打針 聽到也覺得很開心 不管是一百一千一萬 總之多多一個人接種 都是對於社會復償是一個希望 不是說寫什麼公開信給特首 還是怎樣怎樣 不要那麼瘋 不如正正經經去幫忙做多些正向正能量的事情更加好 看到現在有一個叫做跨業界的租戶大聯盟 他們在網上搞了一個記者會 說支持立法暫緩追討欠租措施 我聽到這個位置有點呆一呆 因為不是每一個業主都能夠有空間去減租免租或者緩租 如果你立法來講 會不會變成要一刀切呢 這個有相當大的問題在裡面 我們看一看什麼陣容去幫忙搞這件事 我們聽到就知道裡面有景觀了 我愛一陸葛佩帆、麥美娟、容海恩 厲害 聽到這三位辣妹都知道肯定一番風雲再起 這個呢 讓我聽一聽他們整班有些什麼講完 我到時再跟大家一起聊聊聊 這個很好笑 我都嚇了一跳 好了回來講完 就是關於法寶交商圍城 原來區區也有湧現這些叫做額頭法寶交商的陣勢 真的多都很緊要 有些人說會阻路或者會播毒 也都怕大家例事起來 BBQ了的話就會產生很多的毒煙 那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因為這些法寶交商就沒辦法送回內地回收 因為內地都不敢要 據聞現在都說有什麼融解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融解 就會方便一點 希望相關地區的區議員 出來幫幫忙看看這個問題 究竟如何處理 這樣亂丟 又不是說到整座山 只不過整條街裡 一大堆的粒粒粒粒的扔在那裡 挺令人害怕的 有些很搞笑 我看他想到好像整整齊齊的 但是你也是 左階 我看到兩條行車線 有四分一條已經被你霸了 這也挺搞笑的 那怎樣也好 對於香港來講 大家一定要攜手合作 一起努力才可以維持美好的一面 如果你又自私自利 你又去破壞他 你又去扔法寶膠箱 我又去罵兩句 或者你又不守規矩 又不去打疫苗 又亂野開去 又叫人不要打 又或者 有些人又去炒貴的東西 拿來賣 如果太多紛紛擾擾的東西 香港又怎會好呢 最重要大家願意多走一步 才有機會復償 好了 今天的六點鐘新聞 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